大家見到這個這麼熟悉的畫面 相信大家都應該猜得到 沒錯啦 自從星期一介紹完老蜜之後 隔了四天我們又再次來介紹老蜜啦 沒的啦 誰叫老蜜又再出新東西咩 可能是因為上星期出鏡 自傳安格斯那股番醜味實在太濃啦 所以就在昨天4月26號 出了一個名為首詩雞安格斯的新包 本身都臨著找啤啤一起去試吃 不過這兩天啤啤實在太忙啦 所以就唯有昨晚找Yan去試吃這個新包啦 就這樣聽首詩雞安格斯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老蜜今次這麼有創意 會出到首詩雞包這件事 但其實首詩雞包這件事 早在兩年前已經出過 當時就叫做美式首詩雞堡 我就特地插回舊的廣告圖 來和今次的新包對比一下 就發現除了今次的廣告風格 由上次的美式轉了做今次的法式之外 兩個包總共有三大分別 第一就是炸洋蔥圈變成漢堡扒 第二就是蛋黃醬彩菜絲 轉了做香辣洋蔥醬紫爺菜絲 第三就是加了蘑菇在裡面 感覺上都算比較多改動 不過我想極都想不明白 究竟首詩雞和美式又或者法式有什麼關係呢 在我腦海裡首詩雞這件事 我就只會聯想到中式 另外我最不明白的就是 為什麼這個首詩雞包裡面 要夾多一塊漢堡扒進去呢 端猜這兩樣東西 無論是味道還是口感 應該都會完全不合 所以我就想 老米應該是最近入得太多 安格斯漢堡扒的貨 為了清貨所以就在這裡狂出安格斯的新包啦 不過都是例派那句 說到無謂試食最實際 但是在正式試食之前 讓我留意到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買的這個包 跟廣告圖比較上來 漢堡扒和壽司雞的位置是調轉了 變了壽司雞在下面漢堡扒在上面 另外廣告圖裡面的壽司雞 很明顯是一條條的 但是10分鐘的壽司雞 它是壓到一頂東西 這些壽司雞我單獨吃過 口感是非常粗 粗得好像在吃一些便宜的罐頭吞拿魚 也非常乾身 所以我就這麼直接吃 我都吃不出它是雞肉 和紫椰菜混在一起的香辣洋蔥醬 的確是有一點點辣 不過就完全沒有洋蔥味 味道就反而有點像蛋黃醬 而且醬是非常稠 所以吃起來也是比較乾的 不過最拿命是那些蘑菇 平時在外面吃到那些烤蘑菇 通常都是會比較juicy 不過不知為什麼在老麥這裡的黑蘑菇 也是做到非常乾身 再加上本身已經乾到媽媽都不認得的 那一塊漢堡扒 整個包給我的感覺 絕對不是法式 而是非洲式 我完全覺得自己好像去了 撒哈拉三河一樣 吃完整個包之後 第一件事 就是要立即去找水來喝 令我當初擔心 那些壽司雞不會match 那塊漢堡扒 但原來我的擔心 完全都是多餘的 他們原來是非常之match 加上兩樣東西都是那麼乾 而且因為只吃壽司雞 都完全吃不出雞味 所以整個包一起咬就更加吃不出 你只會吃到那塊漢堡扒的味道 好啦,今集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